国际间的对立情势平壤和莫斯科越走越近 北韩精英军事训练代表团到俄罗斯做军事交流 南韩的看法是平壤第一次公开行程 等于是把朝俄军事合作照告天下 那么就是要武的意思 而朝俄关系那么密切 首尔更绷紧神经 南韩总统尹席月出访美国 强调韩美同盟很重要 预计北约峰会上尹席月 会就北韩跟俄罗斯深化的军事合作 发表谴责 而且呼吁国际协助首尔合作对抗平壤 一一向军官握手敬领道别 这个访团由专门培养北韩军方高层机构 金日成军事综合大学校长金秦哲率令 从平壤出发准备到俄罗斯 来一场军官培训交流 这是两国上个月19号举行领袖会谈 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后 被韩军方高级官员首次造访俄国 军事合作 而克里姆林公发言人也证实将和平壤 所有可能的领域进一步发展关系 朝俄两方高调又密切的行动 自然引起首尔当局担忧 南韩总统尹席月除了口头警告 俄方考虑清楚两韩之中 谁更重要又更需要哪方 还赶紧趁五天访美北约行期间 拉拢美国盟友 20多人列队迎接南韩总统夫妇 迎夕月8号抵达夏威夷潭香山 这是南韩领袖魁为29年造访当地 第一站便是来到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墓献花 悼念韩战参战英魂 之后迎夕月向一同到场的六名韩战参战老兵问候 表达感谢之意 紧接着迎夕月马不停蹄会见当地韩人 强调韩美同盟重要性 隔一天迎夕月参观美国印太司令部同样重申两国之间紧密合作迫切性 对着台下两百多名官兵激励喊话 迎夕月感谢英台司令部维护区域和平 盼望韩美两军进一步攜手前行 话锋一转 迎夕月不可避免地表达对平壤的强烈批评 因夕月痛批北韩政权无视居民们的凄惨生活 以为提高核武和导弹能力 将宪法制援打击在内的核武使用法制化 并和俄罗斯非法武器交易 种种举动都对朝鲜半岛和平安全共产严重威胁 在这严峻情势下 同谋合作更为重要 不止美韩好朋友 迎夕月已启程前往华盛顿 准备参加北约峰会 南韩总统办公室正积极推进 与捷克 瑞典 日本等十国以上举行领袖双变会谈 南韩国家安保市透露 北约峰会上 迎夕月除了聚焦乌恶战争 还将向北韩发出强烈讯息 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合作坚定维护朝鲜半岛和平 TVBS新闻最后报道